好 秀林乡公所为了帮助听力损失的民众解决日常沟通问题 特别透过花莲东南的福伦社 郊西福伦社邀请公益团体 援建天籁列车加码捐赠400台的儿保助听器 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感谢 并且期待所有需要帮助的民众都能够透过这一次的公益合作来解决困境 让花莲成为听力无障碍的环境 秀林乡公所为了帮助听力损失的民众解决日常沟通问题 特别透过花莲东南福伦社 郊西福伦社邀请公益团体援建天籁列车 加码捐赠400台儿保助听器 我们感谢五总选对地方 因为我们花莲屋这么狭长 从秀林乡日到古林乡 鞋队地方 再来我们要感谢我们东南福伦社的所有社友 还有我们NHPD 这次的穿针领线 让我们有机会来做建筑 这一次呢 那我们当作针对秀林乡这边 我们就捐了400台人 其实刚刚相当有讲到说 其实秀林乡的人口不停在上升 就大概有1万多人 我们其实出乎估计大概需要注定器的人口数 占总人口的6% 所以换算起来的时候 其实秀林乡这边需要注定器的人口 大概有1,000左右 那我们这次呢 虽然只有捐400 但是呢 我们如果假设将来在我们这个乡民这边 会有更多更多的需求 那相信我们这边一定会尽力的供给 尽力的提供 然后务必让我们的乡民这边 他这个听力问题 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结局 秀林乡长 我们各位非常感谢 原建天籁列车 即2020年到花莲 捐赠500台注定器之后 又硬邀加码 占助400台注定器 并且期待所有有需要帮助的民众 能够透过这次公益合作 绝结困境 让花莲成为天地无障碍的环境 所以现在的老人家应该就是跟我们父亲的这样的一个年纪一样 所以很多都是听力已经受损很严重的居多 那后续现在像周生代他们的听力 也多少都会也是受到生活环境的一些影响 那中国习惯一定会延续或长城 那多少都还是在听力上 我们在这个民众乡还是占军多数 所以无论至少你都挺有意思的 希望真的有这么 希望能够连续 有这么一天能够再到这里 受到大家的关爱 谢谢大家 谢谢 而这次活动捐赠的额宝注定器 是台湾国产注定器具备按键大 换电池可以使用蓝牙串接手机以及电视进行娱乐 对年长的注定器使用者可以说是相当的友善 就在这种情况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